大家好,我是明板 这节目要来给大家讲一下 如何在Windows上安装CoachDB 我已经扫码 根据自己的系统位数回复关键词 下载好了安装包 我是Windows64位的 所以我已经下载好了64位的安装包 现在我们直接双击安装 安装的话直接双击 然后Next 同意Next Next 大家要注意这块 改造了C盘 前面这一串 大家都在这儿写 C盘冒号-CoachDB- 因为这块我事故安装到其他目录 都是会出现一些莫名其妙的错误 当然大家可以再去试一下 可能是我见到系统的原因 可能是我见到系统的原因 如果大家试了以后不能正常工作 就回来把系载掉 重装 装到系统的C盘的C盘 然后Next 安装 允许我们点击是 允许我们点击是 好 好 Finish 这样也要按照完毕了 这时候我们 先 防问一下这个 看能不能防问 拷贝 这块有了 哦 这就回车 好 大家看这块已经可以防问了 可以防问以后 然后就是按照我们这个 Create News Map 然后把这块 复制 然后 粘贴 Create 看它已经创建成功了 最大为 Create Successful 我们关闭到这个 然后点一下回头 返回 大家看这块已经创建成功了 好 我主要就是介绍一下 CoseDB的如何安装 只要打开这个界面以后 就和第一个视频里面的那些 操作方式一模一样了 当然我们这个CoseDB可能 再试一下 我把CoseDB给关掉 再看怎么CoseDB它安装好以后 不会有就是特别明显的就是 启动方式 或者关闭方式 大家如果没有这块吧 大家在这块直接搜索 CoseDB 然后它就回应一个 Start or Stop 我们点击这块以后 然后打开了两个 C CoachDB 这块有一个 Start or Stop CoachDB Service 我们点击以后 看 这块有一个Apache CoseDB 现在是启动的 我们停止它 看 可能这块Apache 不知道会不会 就是自动重启 如果它停止以后 如果它停止以后 就会出现我们之前说的那个 Apache 然后我顺便吧 这块也 配置一下 保存 好 我们重新打开一个Map script 穿进去Map 我随便放一个 URR 可以什么 大家看 这是我 诶 CoseDB 我看一下 CoseDB 有没有 已经是CoseDB了 诶 这块 为什么可以创建成功呢 再看 这块 如果你是错误的 slutui 的话 它会提示 好 我们CoseDB 我现在关不掉 但是 如果你就是会出现 我们上个视频的情况 就这块点击 create 点击 就是 创建成Map以后 如果你这两块都收入中确 然后create的时候 发现 创建不了的话 就说明你CoseDB被关掉了 这时候你需要 我先关掉它 点击它 然后找到CoseDB 然后点击这块 启动此服务 它就会 启动CoseDB 然后点击这块 好 这个时候你再创建SitMap 就是正常 好 我主要就讲一下 这块 因为第一期 这Windows下的CoseDB的安装 这块问题 就 很多 我就 就录个视频 给大家演示一下 OK 好 就这样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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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